海贼王,陶芝珠藏在大河腰间上,表情太邪恶,加洛特被打爬。 海贼王1006话情报图已经更新了,这一话的内容很精彩,宴会听的战斗非常激烈,特别是小马哥大战两位三灾,还有花之暴五郎恢复到巅峰状态,一刀秒了四名武士。 和之国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,双方都进行了大对决,干部之间的对决,凌空六子对战草帽一火,超新星对战凯多与大妈,这场战争的规模会进一步扩大。 最新一话的标题是俠客花之暴五郎,暴大叔的表现很出色,令人佩服。 内容承接上一话,大和,陶支柱,小人等人被凯多的部下发现了,他们离开这里,大和为了保护陶支柱,让陶支柱躲在衣服了。 大和真的不嫌弃陶支柱,不过衣服太小了,无法让陶支柱躲在里面。 陶支柱躲在哪里?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疑问?原来陶支柱躲在大和的腰上,他抱住大和,这样大和才能更好保护陶支柱,也方便战斗。 陶支柱是第一次抱住大和,他的表情太邪恶了,就像当初占那美罗宾便宜的表情。 大和也是一位美女,陶支柱抱住大和,肯定是动了歪心思。 百兽海贼团的人不断攻击大和,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杀了陶支柱,大和太悟心了,让他们杀了陶支柱就好了,你好好听父亲凯多的话,安心当和之国将军就行了。 大和这个叛逼少女,居然要颠覆自己父亲为他打下的江山,太无恼了,还要为陶支柱而战死。 陶支柱这个邪恶表情,还是那句话,谁当海贼王都无所谓,陶支柱必须死。 甲洛特与大妈长子的战斗终于分出胜负了,甲洛特和一位小鹿姐姐去杀大妈的长子佩罗斯佩罗。 他刚开始偷袭长子时,长子确实是受伤了,不过长子的实力并非那么弱,当初佩德罗自暴都没能杀死长子,加洛特还是太年轻了。 加洛特就躺在地上,身受重伤,看主十分可怜,他要为佩德罗报仇,不过他的实力太弱了,难道没有变成乐视状态吗? 乐视状态应该能够击败长子,小鹿姐姐也不见踪影,山士居然没有感受到加洛特被打伤,他逃离黑玛利亚的魔罩后,陷入了选择困难症,不知道是去救吃萧九霞,还是去救淘之助。 长子抓住了加洛特的脖子,还嘲笑他实力太弱,是无法违配恩罗报仇的,长子把加洛特摔在地上,加洛特已经没有力气对战长子,长子离开这里,去找小马哥算账。 长子也看到了小马哥对战严灾禁和义凡奎因,他有可能加入战斗,帮严灾禁一起对付小马哥。 海贼王最亲民话中,陶植柱躲在大河的腰间上,表情太邪恶了,加洛特被大马长子击败,十分可怜,不死鸟马尔克大战严灾禁与义凡奎因,最强黄腹实锤,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?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评论,图片来自网络,亲身致歉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 没人听 trumpet 这和对主要见的话 其失明